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科技集水網台版 這個科技怪事錄 回來一開始也有一些老朋友在這裡 每兩個星期都要見他一次的老朋友 理論上第一節是沒有你的新年回來了 就是有兩個星期沒有見過老朋友 就是你嗎 老市常出現 就是你 算了吧停了朋友 有些東西就停不了 不能停了朋友 就是Windows的Bug 它是不會停的 不會停下來 Microsoft的Windows11最近出了一個大更新 就是E2H2的Version 就是重新一次過的大更新 它的目的就是Fixed Bug 每次都是 暫時因為這個更新的更新 所以關於它的Bug 暫時還沒有報告 可能也沒有Bug 可能很好 但是關於這個更新 也有事情在這裡說 嗯 那是什麼呢 就話說 那時候Microsoft出來誓神劈願 跟大家說 那時候有說 你的機器要合乎的requirements 才會讓你升級 那他就說 在這個更新 就會嚴格執行這個措施 那些人就很擔心 因為以前有些人是 要用一些破解的方法 改了些Value那些 走去給它裝的嘛 那你在那裡擔心 會不會update不到呢 那些這樣說 結果出來了 那本身那些人破解上去的 就是不support的那些機器 有些人up到喔 噢 對 反過來 你部機support的那些 有些人up不到 我還想說 如果它只是在前者 我還可以對它說 黃陰浩蕩 心明大意 對啦 它跳轉這下 大鑼一點 它就是跳轉了 這個才有趣的嘛 靠你轉 這種感覺有點像一個 完全 random隨機的 噢 Verno Verno Verno說無限手套 只看運氣 我拍手指 一半玩家 一半容家 說不到 你現在還看星座 新潮運程 那些outday 你每個星期一 就按windowupdate 你跟我說到就當個禮拜 幸好 說不定你人馬座就up到 獅子座也up不到 對 有些是support那些機器的人 就report 在說 他就真金白人買的電腦回來 就是買回來的V11機 他說按update的時候 出了一句就說 你不support我們requirements 所以不讓你update 但是那些人就 對 有其他那些人就 直走直過 就有點奇怪 對 一齊up不到就好 有些是crack來升的那些update 真的 他up不到就更慘 對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 也有一個report 就不是這個 我剛才說的update 就是之前的update 我們之前就說 對上一次的update 就會搞到防導軟件 都用不了 但是原來那個KB 就不單止是有這個問題 他也會令到有些人 就玩Hitman 3 Hitman 3的時候 如果你玩10到15分鐘 就會難畫面 這麼specific 跟Hitman有些什麼的仇怨 我想問一下 Hitman這次的target 就是你的電腦 哦 哦 不 Speedrun 10到15分鐘 我看到那些Speedrun的影片 全一部都是在10分鐘之內 挑戰 殺了這麼多人物 現在是賽車遊戲 來的 elimination 總之15分鐘 elimination 你就拿著臉 Hitman 3 有個mode 是有些random contract 你不知道那些暗殺人物是什麼 你要進去查 他就被你挑戰 連上那部機 這個mode 很厲害 當然如果他說 電腦要爆來殺 那些人 好像以前GTA5 那個全都路那個 那我不是很害怕 不要這樣搞 很害怕 就是用V10打就好 因為你用V10打就沒事 不要那麼挑戰性 那你是V10加進去的遊戲功能 哦 原來那個Gaming mode就是這樣 哈哈 你懂什麼 那你買V10有什麼 沒有 我不打遊戲 我不打遊戲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雖然是遊戲 真的不是開玩笑 也不是開玩笑 那Microsoft的笑話 就到現在為止 接下來就說 另一間公司 都成為了我們的常客 這間就是Google 嗯 特別是Pixel系列 我們呢 上次他們說發佈會的時候 就在那裡說 他故意就是 那一聲就公佈了Pixel 7的細節出來 就是怕死人家會流出 那些東西 就是被他們預言中了 嗯 那就是防範於未然 就是 你預測我的預測 那我就直接公佈了 那現在 是的 現在他不是預測到 人家真的會在那裡賣 還是怎樣 你是Joseph來的 哈哈哈哈 那首先呢 就說了Pixel 6a 那這部機呢 就發佈了 但是就未開賣的 在我們開咪前一個禮拜左右 就有人發現了 在Facebook的Marketplace那裡 有人賣這部機 一個馬來西亞的賣家 那那個賣家甚至乎就是 就是出了一條影片 就放了上抖音那裡 就在那裡說 我真的這部機是真的的 那這樣呢 就馬上過來買 那樣 那樣呢 就在人家正式開賣 前兩個月呢 就在Facebook那裡就開賣了 嗯 很厲害啊 搶先了 更厲害 比上廣告版 廣告版也是 早了出賣賣消息而已 現在早了開賣 哈哈哈哈 厲害啊 好事就接種而來 不是好事 怪事 怪事接種而來 除了6A之外 我們上次預測 那個預測 那個預測是Pixel 7 是 那Pixel 7 哈哈 就有人呢 Ebay那裡呢 嗯 就買一部Pixel 6 的 嗯 結果他收到那部Pixel 7回來 哈哈哈 喂 你要 黃恩浩棠啦 你快樂 我給你一部7 給你新東西 你還有投訴啊 你那些人 夠不知足的 你買那部是Pixel 6 還是Pixel 7啊 我買那部是Pixel 6來的 你太誠實了 我現在給你一部Pixel 7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經常叫我做公海嘛 什麼說說那個湖 那個女神給你 湖中仙子 差不多啦 又要去公海 又回到我那裡 你出網去看不看大魚山 哈哈 這個不是漁判 還是漁判 漁判到真的有些 這麼離譜的東西嘛 這個真的是 很棒 是啊 如果你買一部S21 給一部S22 你好像很開心 那整件事 我拿回來的那部機器 就能開得著 也是充滿功能的 哈哈哈哈 不過呢 接著在這宗報道出來之後 接著被Google鎖掉了機 啊 但那些人其實是很慘的 我買一部Pixel 6回來 打算買一部電話用而已 你給我錯機 我不得止 我終於被人搖掉了那部機 喂 其實那是 很搞笑 為什麼那個人會有這部東西在手 是啊 會派了一部工程機給你 真的 還可以拿出來當作是 這樣寄了出來也很搞笑 我怕是不是二手那些人 其實收回來 是不知道這部是Pixel 7 後面都是整個barcode 超市場那些 都是這樣 塞下去買 真的會這樣買 好笑 如果有間新闆 跟你說 你買一部Sony的1mark True 給了一部1mark 3 你也很搞笑 現在給我一部未有人上司的機 你上次買機 給了一部1mark 4 你現在 這樣我會很害怕 你不會害怕 你一定會覺得自己的 沒有理由 你一定會覺得自己的 這部是翻版機 我害怕 做活服 不是Sony 寫著Sony Sany Sany 到時候我們會開一集 這些老翻機 又做得很真 寫著1mark 4 好少一點 為什麼相機功能比1mark 3更厲害 哈哈 我真的有藏意 不過真的慘 你買那個 雖然電話被摸了 我不知道他聯絡Google 會不會有解決 但也很麻煩 對 Google說 我買電話想用而已 我不知道為什麼被摸了 真是 很可笑 很可笑 Google不是差不多 那就還沒有 話說 除了電話之外 他之前跟三星有合作出那部手錶的 那個叫Gas Watch 4 那時候就賣點是Google親生仔系統 接著就加上Samsung的那副手錶 那副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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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所謂半個親生仔的手錶 原來這麼久以來都是沒有一個功能 就是Google Assistant 蛤 他原來本身是沒有Google Assistant 竟然 上個月呢 就推出了一個update 就說會加回這個功能下去 那又令到一眾的用家就非常開心 哇免費有得upgrade 但其實我本身以為是有 我沒想過他沒有 我沒想過他親生仔會沒有 我終於可以跟他標誌OKGoogle 連不是親生仔的東西都應該有 但是有update 理論上的好事就不會在這部分上報 對 真的有些東西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裏報呢 那一定是慘了東西的 話說這個期待已久的update 更新完之後 就發現他們的錶會跟電話 經常解除配對 那他們再連回那部機器的時候 那隻Galaxy Watch 就完全沒有了 洗腦 沒有了記憶 就當作一個新的器材 連一次 那個Google Assistant 有自己的意識 我update完有Google Assistant 他就有自己的意識 他就開始不聽電話的控制 噴火龍 知人半邊 對 不聽小智說 不是吧 你把這支錶浪漫一點不行 有套愛情片 什麼每個星期那個女主角 會沒有了記憶那些 日本有套 什麼一週間朋友那些 你現在這個是一日間手錶 哈哈 有一支錶 一個禮拜就不認真 那我就買回來 那你的手機和手錶 每日都是重生一次解後 你不覺得整件事很浪漫嗎 我想賣掉它 其實我也不說 我不是說什麼 失憶的女朋友嗎 現在是失憶界女王 變了 這件事勾引了很多 不是一週間朋友 即是如果你是 就這樣連回線 用得回 都算了 但是呢 更加麻煩的 就是那部機裡面 有設定過 Samsung Pay的信用卡 全部都沒有記憶 要再加過 你想想外國的人 是不能帶Cash出街 對嘛 就這樣帶那些 電子Pay的出街 你跟OZ 找了它 你是不是真的叫它去死 那隻錶每日都跟信用卡 在蟹痕 那隻錶每日都跟信用卡 幹嘛懶惰 我們以後每日都沒有 大樓沒有電話 Facture Restore 不要啊 對不起大樓 語氣重了一點點 當我沒有說過 那他就可以每個禮拜都有蟹痕 我不想蟹痕 我這個人不喜歡有驚氣 不要搞太多東西 哈哈哈哈 我真的有重搖 是啊 我看過一篇文章 他在說 什麼 暫時沒有解決方法 只是可以重置才可以解決問題 那就是 安裝Google Assistant的代價實在太大 我真的覺得痛了好笑 這段 寫得很混蛋 我突然想起 我近來看了一個電影的簡介 是一部搞笑電影 一部外國電影就是說 有一個男主角就是 一個嚴重的手機中毒 但是他買了一部新的電話 裡面的Google Assistant 那個 Assistant 他不是Google Assistant 就好像你這樣說 好像有一點意識 去幫他戒 戒這個手機人 他就是可能用這些方法 不停地刪除 不停地不配對 就令到他不要再沉迷這個電子產品的方便 真的要代回所有卡的訊號吧 Vio 這個真的厲害 只可以說 你沒想到親生的系統 回來搞成這樣 為什麼大家覺得 其實各方面大家會贊的 這次搞笑一點 現在Google Assistant 都很驚訝 大家已經是 我們都很熟悉的Google Assistant 這個差不多 講完Google 接著就講Apple 很公平的 Apple就是iOS 15.5 就有一個故事 我自己已經檢查了 我也是新受其害的 話說 如果你更新了這個版本 其實你不會感覺到 也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最近有人 就按進去的設定 裡面 就看回流量 或者是背景用的數據 就發現有些東西不對勁了 話說升完這個版本之後 其中一個選項 就是時間地點 嗯 理論上就是GPS 就是追蹤的位置 他說他發現 自己的機器 在升完這個iOS 15.5之後 他只是這個時間地點 吃了16GB data 可以怎樣吃 我想問一下 他不停地記錄 GPS記錄這些東西 時段預計 怎麼玩16GB 吃了16GB 你用我看片看了16GB 我一時間還沒那麼快 搞定 是啊 他屬於是一個系統的Service 他在機器裡面吃了那麼多 其實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我自己查過我的機器 也吃了我的幾GB 沒有他的那麼嚴重 但是都很 因為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都是認識了他的定位 嗯 但是如果你沒有認識的話 原來會吃了那麼多的話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的資料計劃 一個月只有幾GB 那些 真的多得他不少 因為有時候定位那些 麻煩你怕他不停地搜尋 都用了 不用你的電 都用你的資料 甚至兩樣一起用 所以那時候 你不用用的時候 就關掉 要做一個Hotkey 要用的時候才 再開 我真的不明白 一間 那麼著重個人私隱的公司 為什麼在這些地方 可以吃到那麼多的資料 我真的不明白 你看那些老美酒 夠幾個陰謀 經常說 小米華為怎樣怎樣 這些老美蘋果不是一樣嗎 去吃Data的行為 簡直是搬石頭 扔自己的腳 不如買華為算吧 那你換機 你換機 是你講的嘛 剛才是你先講的嘛 你先講的 有質疑我是 我釋除你的疑慮 讓你可以安心換機 不要分得那麼小 怎樣 我兩個一起換 你換 我剛剛買了新機 換什麼 你剛剛買了新機 但不是華為 你買錯機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贖罪 喂 拿你一人一半 撕掉 可能有聽眾人四個一起換 不要再說 沒錯 那個聽眾會 哈哈哈哈 你哪個留言 拿來用華為呢 撥你 哈哈哈哈 不要啊 那我以為自己要撥 我們要撥上那些admin 我們幾個已經撥了 不過剛才我想到 我先撥自己 我再撥你們 哈哈 會不會那些 經常說自己在華為人 那些 可能顯示到 用於iPhone那些 以前有些 愛國網紅 是說我支持華為 所以買一部iPhone12 回來換了一張華為 那張 那個我很喜歡 那個真的是典範 這個 搞笑一點 那現在沒有說為什麼 是北線 他暫時都沒有出來說的 Apple 那我看呢 就是坊間車 除了剛才說的 最嚴重的 有16GB之外 我看坊間那些人 即資訊報告那些 都是在8GB 或者是 隔離於10幾GB左右 那樣的位置 那所以如果你是在用這個版本 可能就要檢查一下 它在哪裡 那樣呢 就在你的選擇裡面 那就是選擇那個 那個叫做流動網絡 嗯 接著就是裡面其中有一項 就叫做系統服務的 嗯 那裡面就可以看到 裡面用了你多少的data 嗯 那你拿了多少 我 激幾 激幾 OK的 我們幫你再拿更多 不過它無限計劃 沒所謂 即如果用iPhone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data plan 你有限的 就更加要關掉功能 可能機會要 沒錯 那這件差不多 接著是一些有關Apps方面的消息 那就是一個都出名的Telegram 嗯 那Telegram 那時候呢 一個selling point 就是它很著重個人私隱的 是 跟剛才那間公司一樣 很厲害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在說 用戶的資料 我們是不會交出去 給那些政府 那些那些 那些東西的 所以呢 那時候都 有很多人都會 等它來用 但是 最近呢 就給一個 德國的媒體報道 就說 他們呢 用戶的個人資料 就給了 德國那邊的 刑事警察局那邊 嗯 真的給了些data出來 那就說 Telegram這個program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麼安全呢 那就有一個疑問出來了 嗯 就是你本身的selling point 就是你不會 搞到這些東西 但是最後出來 都是這樣 其實就 都幾七下的 因為我想他們 始終說 著重個人私隱 那其實 在這時刻 大家可能 你從一個好 社會層面講 他們應該將那些數據 拿出來 但是 你從那個apps的定位來講 可能是別人怎麼用 是另一件事 但是 有些事不能做就不能做 就是 Apple那時候試過 有一次 有一些好像是恐襲事件來的 有一個人 也是用iPhone的 然後 然後 好像FBI那些 那些 不是 真的是FBI 不是萬子良來的 這件事 不是在那個油站發生的 OK 那我記得那時候 FBI那天說 要Apple幫他解掉 結果 Apple是不肯的 最後他找了其他人 然後砍掉了 那部機器去解釋 最後說是阿寮街搞定的 不是阿寮街 但是 不是阿寮街 但是 這件事不穩定 那不是萬子良 大哥 OK 你不要當成萬子良 劉德華才行 OK 他們不用注毒的 OK 那時候Apple也是 那時候 Apple也是不解釋 有些人那次是賺Apple這件事 所以看你怎樣看 這是你的角度 那個時間 剛剛有這麼巧 有些事情爆出來 剛剛好 Telegram 就說出他的收費計劃 出那些收費版本出來 我相信 兩件事連在一起 那個反應會變成怎樣呢 我覺得非常有趣 是的 那這隻就差不多 差不多 接著說其他新聞 紫光 開始說說一些 祖國的新聞 祖國的新聞 當然唱好 當然 當然 那你也放在第二節 什麼 第一節不夠位 OK 我們要做一個對比 陳迪 你想想 你看上面的路面 多麼愚蠢 你真的看下面多麼容易 是啊 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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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迪是前面的陳迪 到現在就轉向 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 前面的 你看老美 怎麼找石頭 扔自己的腳 之後就看我們祖國 究竟怎樣 究竟英明神武 那些科技公司 是重點培訓的 剛才說好像C0 好像落地上測 那樣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C0 看到大高波 好像很大 但現在紫光就是 那些有關處理器 那些東西 沒錯 那就是紫光 那時候出了一批CPU 那時候比較有名的 就是Lokia 平板 那時候 都說 令SSSW便宜 那我沒有記錯 三叔都有用過一隻Model 好像那隻Tab 還是什麼 都是有用它 那主要是 平價機那邊 會看到它們的 那最近就有些安全公司 就警告一些用戶 就說 如果你手上是用紫光 這個牌子的CPU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裡面的Modem 即是上網的Modem 那就是有極嚴重的保安漏洞 那它這個漏洞的危險程度 10分裡面是有9.4分的 那就是這個問題 就會令到你部機 就會被人什麼都做到 就是可以remote你部機 做什麼都可以這樣 那有機會 完全被人控制了 對 完全被人控制了 那其實也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那肯定那個專家就是老美走狗 抹黑我國的處理器 你這些叫做新型的remote remote control function 你認識鐵嗎 是不是 都說我們經常做過黑科技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新的generation team builder 所以是不害怕的 肯定老美走狗 都不值得我國的科技 很厲害 你完全控制到 你的team viewer做不做到 不過我又覺得是這樣 如果 紫光研究出來的CPU 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那就不是我國的科技了 對不對 算什麼 根本就是放在這裡 老美走狗不值得 肯定是 我跟我們下一節講的遊戲 網易都在 file 裡面 都有一些文件 很富有祖國特色 那些網易就好 是啊 所以這些就是 芸油的公司才好 其實那些真的有過 所以紫光 沒得頂 就說new generation team builder 有什麼問題 厲害 沒有你走狗不懂 9.5分危機 好用程度9.5分就真的 你不要叫我買 我頂過你 我知道你想做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我知道是什麼 你剛才一貼了咪咪 知道你想說什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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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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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真的拚不到 那要大家注意一下 講幾分就要大家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那接著說另一個 說電視機 另外一間中國非常厲害的企業 那間叫小米 嗯 就是他們除了買電話之外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產品都有 他家庭裏面 就是很多家電的東西都有 對 那他其中一件最有名的 就是小米電視 嗯 就是價錢非常之便宜 又大埔 那些這樣 就變了很多人 都非常喜歡買他們的 他真的相對很划算 雖然有些人說有廣告性 那些東西 但他這東西真的性價比高 對 那他也有一些功能 是其他廠沒有的 是做不到的 包括了我們今天講的這一宗 真的應該 我都沒聽過有這麼好的 這麼厲害的功能 但應該我坐坐幾位挺喜歡的 我幾位都是喜歡機械人的東西 分體功能我挺喜歡的 分完體再合體 是一個男人的浪漫來的 如果我貴過過過 又買什麼Metal Robot運 又買什麼超級金雲 過過過過的信用功能 而已 Metal Build也未能做到 對 Metal Build也沒有分體 對了 你超級金雲才做到的東西 現在自己做到 現在機械人的話我會開心一點 就是 我不預期這個 你買電視回來有機械人的效果 厲害 我們是否用來看變形金剛 看天原突破 沒有啊 Ricky跟細胸合體的時候就可以了 一撞我去的時候就得到了 我現在先說一些什麼 觀眾看到我玩東西 知道什麼事 話說有中國的網民 在微博那裡出帖 那個網民的名字 就說 我老公全世界最壞 他的U3名字 那當然是漂亮的 鏡頭也會爆 那當然是 那馬上就爆了 這樣就 出了一個他們家裡的CCTV的影片 拍到他們家裡的電視機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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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剛剛沒有 他沒有殘留的東西 又有一隻角落在那裡 他真的整塊完美的拍來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把東西放在中間蓋上去 可能還能播到 可以買兩排BooTap貼上去嗎 哈哈哈哈 喂 是功能來的 讓你看看裡面的構造 你看裡面多白 對 沒有瑕疵 你看看 這些人總之那個 以前經常說 小米電視很黑心 其實裡面是有廣告的 你看看螢幕掉進去裡面多白 沒有黑心 你知不知道我之前 白心 看一些產品 它是把這些很classic的電視產品 把它分拆了 然後擺成一幅畫來出售 這個就是 你看看一些我國的產品 多麼先進 把這個功能還給你 那麼多人用那麼多錢買一部 Mac XC Fold回來 都是要摺而已 現在摺了什麼 電視都摺了 你這部Fold夠不夠這個大 這部的螢幕更大 你不要說我中了 但跟它攤開完之後 白色那部份是顯示不到 雖然黑色那部份應該已經顯示不到 你知道中國其中一個藝術那方面 創作的精神是什麼 是劉伯 這個裝置藝術來的 你不覺得你花錢買這麼多的電視 還可以買藝術粉回來 不覺得很划算 可能它推上去就能播到 很厲害 可能不推上去都能播到 很厲害 表你 不 這個其實是 特別版本 不是 現在小某都是家電產品 這個就是拍下了白色的部分 可以給小朋友畫公仔 其實很老實 我是那家人 我一定嘗試開電視 如果你的螢幕在下面還能播到 那真的厲害 是呀 是呀 有個分體來用 電視機拆開那邊來用一下 可以嗎 老公 轉台看 可以給我看另一個螢幕 洗澡 搬進廁所用 這個Tablet分 其實它真的挺有震撼的 我不玩 真的有震撼的 它不爛那一刻 我覺得很厲害 可能有些 我覺得應該碎了一點 Powler那一塊 它說它買的 在12月31日 在中國的小米商城買回來 就是一部 EA70-2022的70吋智能電視 它買回來的價錢就是2799 那時候 一看到一個這麼壯觀的場面 就即時打電話給小米那方面的客服 那邊聽的那個人 誰都不相信電視機會自己跌倒了 我幫我下來 是的 某程度上難怪的 是的 到最後 它才在CCTV那裏 拿回這個Footage出來 就給它 那邊就真的是 因為靈異現象不包 然後說 你也擺明靈異現象 我們是不是要轉音樂 可以的 其實 有沒有可能是它現在沒有拜四國 拜電視的四國 哈哈 它掉下來等你慢慢拜 不是 但是電視機不想有鬼 沒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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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陰謀 到最後 那個客服終於屈服了 這樣就全數退錢給他 假的 假新聞 這個人一定在老美酒店 派一個人不會黑愛小米 但他有沒有最後 到底白色的部分 那些什麼東西 沒有說 為什麼魔後面有什麼白色的東西 它是不是那個L 它又不是L Panel底 是不是應該隔著螢幕的Panel 以及後面的東西 那些東西 因為如果那些東西在後面 可能會影響到疫症 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我不熟悉了 可能有機會隔到 中間是隔的那一層 那就黏不住那一層 如果是掉了一半 然後塞一個BooTac 我可能真的可以做 真的 你塞了一堆BooTac 進去 厲害 有些 有些 放到那層 是膠味 是在BooTac 你不如說 在我頂部拿BooTac 黏在它 有空打開 放一些東西進去 好像有儲物作用 新增這個儲物空間 比宜室宜居更厲害 你見宜室宜居 都是在床外 你的電視機 拔一塊Panel 你想想你拔一塊Panel 抽一對波鞋出來 再蓋上一部電視機 出門口 多厲害 波鞋 塞到一個多拉梦 白色的 塞到麻將 連麻將桌 這單差不多了 我猜不到 剛才的單都挺厲害 唯一一單看題目 好 其實當初我看到這單新聞 為什麼會看到這三個字 我也覺得很震撼 唱出來 是 真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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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柳心 真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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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黑人的手 好像要做首都一樣 他是首都的 話說有網民發現 在去年的一月 大陸的B站 BillyBilly 他們經營了一間 上海幻電訊息科技有限公司 向國家知識產權局 正式申請一個商標 就是一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字 真強啦 我有真強啦 事者龍野不發達 和有真強啦 我幹嘛想著 為什麼會突然申請 真強拉的商標 如果 Cindia 的 American Cindia 我們 不要再玩了 但是說出來 我很想玩 這個Meme是太經典了 但是這單新聞其實是去年一月的事 為什麼會拿出來說呢 因為這個申請被人駁回了 即是近來駁回的 近來駁回的 就說他申請就不成功 就說 你又是有一個近似的商標出來了 所以就不給他申請 所以就不給他申請 是不是應該是本身的尖強拉申請了 應該是 你神經病 為什麼那個尖強拉會在這裡申請 不是應該是美國星際亞哥的申請 不是 你在大陸做生意也要申請的 即是美國星際亞哥有個尖強拉牌的 有當然有 他有美軍守住 對 還說美國總統會參觀的 對 對 雖然兩邊都要申請 兩邊都要申請 其實這間公司已經這麼漂亮 已經變了 我以前說是普京來 我現在開藝人公司 就簽了三個回來 當然 簽了黑人 日本仔回來 找日本仔和東仙妖出來 做難免組合 我又正確啦 肥酒龍野不發達 我真的覺得 我看到這三個字 在科技新聞上 我真的覺得 非常震撼 其實近來都有這些 叫做很網絡梗 或者很網絡memes的東西 都是常常有些人 就靜靜地想註冊 好像前陣子有一件事 其實很大件事 在日本那邊 有一個YouTuber 註冊了 那個NikoNiko上面 查番劇那一件 這件都很多人說 不知道 他有東方 其中的東方Project 兩個角色 兩個公仔的頭髮 在那裡說話 這樣就做的 其實NikoNiko上面 很多人做這片 叫查番劇 我不是太熟 但我知道 這件事 因為我有看過人用這件事 就是用來做一個 AI說話那一件 你自己不說話 有人交給他 那種 然後YouTuber 就去註冊 還要給他過夜 說以後每個人用 就是給他錢 但其實也不是他 東方Project 也不是他 然後那邊搞了一大輪 不知道是不是YouTuber 隨時被公司抄 那些 所以那邊也搞很麻煩 我以為他是不是受那邊影響 但現在看來就不是 要是 小日本YouTuber 多慢 我國的 是跟他們走 一早就想過去註冊 這個尖強 不是他註冊不夠 日本的成功註冊了 就是被人吵 吵得很厲害 就是不應該 應該要 不過不是 因為 怎麼能夠只屬於B站 你尖強拉這件事是宇宙的 你看到我國那個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對 就是不會把尖強拉 給了這些 給了Bini Bini 就是 留在世上給大家 對 好厲害 最後呢 都是說回一些關於中國的新聞 嗯 中國呢 就出了一隻 遊戲 那隻叫Bing Boom 最近呢 就發佈了他們一系列 即是他們這隻新遊戲的遊戲截圖 出來了 就引起很大的迴響 嗯 為什麼這個UI真是熟口熟臉 一欄疾樣 好像在哪裡見過 我覺得另一隻遊戲很像他 應該另一隻 我覺得馬良應該是抄襲他的介面 很明顯 馬良這份遊戲 真的抄襲不抄襲我的遊戲 怎麼搞的 你到底出凡是中文版 是啊 哦 你就是跟著我這隻 我覺這隻乒乓還沒抄襲 一定是 肯定是 肯定是 我看回他的截圖 即是 UI都沒有十成都九成像 擺位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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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icon不相同 這麼像我們當日戰隊所說 那兩隻遊戲是很多人都像 連裡面的底都像 哦 哦 哦 執了那隻App Game 是啊 裡面找到Benjim的歌名 沒錯 哦 是啊 厲害 但是如果純粹是這樣 我都未至於要放在這裡說 但是他出來說官方聲明 我覺得大家真的值得拿出來說 我第一次看我真的笑過什麼 我以為是做的 原來是真的 是啊 我進去看不是真的 我以為是假新聞 這樣他們的開發商就是 中國杭州 那朵花信息科技開發 那朵花 是啊 哈哈 那就算了 那他呢 就出來 寫了一封道歉信 出來 就跟大家說 我們不是抄馬糧的 我們是抄另一隻遊戲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這個界面實不像馬糧 是像實況野球 哈哈哈哈 我不是抄那隻 我不是抄這隻 你不要冤枉我 對了 哈哈 我不是抄小明運功 我是抄小美的 哈哈哈哈 老師說好 你這麼誠實 但是你跟我罰一天 哈哈哈哈 其實他講抄那隻 是不是抄馬糧 其實他界面是像馬糧哥的 界面是像的 其實他說他像另一隻 他是說玩法會抄那邊 哦 就不是界面 那你現在帶你的UI 基本上跟馬糧是有九成相似的 誓書不能算偷 真的誓書不能算偷 你不要問我後面的邏輯 我回不來 我再問他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他這封道歉信厲害 啊 真的 好 不是我的誠實 真的好誠實 好誠實 是美德 是美德 這樣解決這個PR危機 就是第一次見 就是他到時這遊戲開伏 應該每個玩家派一件的道具 就是誠實倒沙包 應該不做 哈哈 我見過有人 為什麼要分析這件事呢 因為馬糧是Side Game 是啊 Side Game 不知道有多少%的股份 是任天堂的 啊 跟任天堂打故事是輸夠硬的 哈哈哈哈 實況野強人狂拉麵 有機會又打 哈哈哈哈 我以為這樣計較數 我見過有人這樣分析 哈哈哈哈 跟任天堂打故事是輸夠硬的 哈哈哈哈 跟柯拉麵打 那邊的法務部厲害嗎 沒什麼厲害 被人叫最近法務部而已 是朵 朵來的 哈哈哈哈 這樣分析 真的笑了 唉 大概是這樣 當然 我們剛才說了一些科技怪事 有一些遊戲怪事 但有些遊戲 本身遊戲的玩法和入比郎 就已經是怪事 所以 來到這裡 我們差不多了 一會兒回來 電玩新聞的環節 有一些遊戲的新消息 也有兩隻Game 有些好Game的事 慢慢說 好 休息一會兒 一會兒繼續 好的 我們下次再見